10月9号2023年体操市井赛圆满结束 拜尔斯以惊人的技术实力 再次夺得女子平衡目 自由操和个人全能三项金牌 彰显出他的绝对霸主地位 在跳马 他拿出近乎完美的9.5分完成分 加上5.6分的难度分 以51.1分拘手 他是唯一一名在跳马取得超过15分的选手 在自由体操 虽然他出现了一次罕见的小瑕疵 不胜半倒自己 令完成分得到8.033分 不算最高 但加上高达6.5分的难度分 他在自由体操以14.533分排首位 拜尔斯在平衡目 亦以14.433分排第一 只有高低杠算是比较弱 以14.333分排第六 加上四个小项的分数 拜尔斯累计得58.399分 得金牌 第六次市井赛个人全能夺冠 巴西的安德雷德 落后1.633分得赢 另一名美国选手 另一名美国选手琼斯获得铜牌 至于中国选手秋七元就获得第四名 在女子个人全能的颁奖礼上 拜尔斯不禁哭起来 要用手抹泪 他解释流泪有两个原因 他说 我很激动 因为十年前 我在这里赢得首个世界冠军 而现在 我赢第六个 实在太疯狂了 不过我发誓眼中有些东西 他困扰了我大约四小时 我一直无法弄出他来 当我抬头时 流泪是两者加起来的结果 2013年 市井赛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行 当年16岁的拜尔斯出路光芒 首次获得女子个人全能的市井赛冠军 十分巧合的 今年市井赛又回到安特卫普 26岁的拜尔斯 已经经历过高山低谷 在这十年 拜尔斯一共赢得27枚市井赛奖牌 分别是21金3赢3桶 加上他赢得4金1赢2桶 七面奥运金牌 他的市井赛及奥运奖牌打34枚 超越白俄罗斯名将谢尔博的33枚 成为体操世界大赛上 摘得奖牌最多的选手 拜尔斯从一个出处茅庐的新人 发展到如今举世瞩目的王者 付出归来 再度登上冠军之殿